好 这些消息持续关注 还是跟这起案件相关天降冷气机 结果砸死了正大女大声 在下午的时候 检警也特别前往殡仪馆来解剖之前 要来厘清这个死因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就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到了亚东医院来探视死者的家属 对这起意外 侯友宜她感到不舍还有难过 当然她也强调了会尽全力来协助家属 安排法治局也来提供协助 另外楼工局也已经依照相关的法规 要来进行行政调查 一经确认是违规属实的话 那么就会立刻开罚了 我们收到的这些消息